17条人命30强暴案 恐怖奸杀狂魔 欲中王 电影《惊天动地》改编真人真实故事 里头的变态奸杀人魔就是他 罗伯寒森 专挑应招女郎当作下手目标 把他们骗到家后再用枪威胁 强暴或是殴打 更变态的是 他喜欢让被害人在森林逃命 再用猎枪从后面枪杀 其中一名被害人趁着罗伯寒森发动飞机时 顺利逃跑 到警局报案 罗伯寒森的恐怖杀人案件才正式曝光 他遭判无期徒刑 被关了29年后 终于在21号过世 得年75岁 他这一生杀死17条人命至少30件强暴案 被称美国最恐怖杀人魔 一点也不为过 东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